关心南投校园BNT疫苗专案施打23号开炮 由高中和五专学生优先接种 施打意愿达到93% 开打第一天 南投县长林明珍 特别来到了打头证的学校 关心同学们的施打状况 有学生坦言 因为担心接种后的副作用 真的是有点小紧张 但也有不少学生说 现在疫苗一剂难求 还是先打再说 学生拉起袖子 深吸一口气接种疫苗 南投校园BNT专案施打23号开炮 县长林明珍也特地来到学校视察 作为第一批打头证的学校 学生坦言实在是有点小紧张 有点小紧张 怎么说 不知道会怎样 哪有副作用 这一次有跟爸爸妈妈做讨论吗 有啊 有疫苗就先打 不然打不到 爸爸妈妈也都可以去打 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疫苗 虽然有点担心接种后的副作用 不过现在疫苗一剂难求 不少学生和爸爸妈妈讨论后 还是决定先打再说 根据统计南投高中施打医院 达到93% 等高中和五专接种完后 再依序进入国中校园施打 预计在国庆日前全数完成 大概有两三千位的学生 希望能够来尽快地把他们打疫苗 让他们的身体能够保护健康 然后能够再继续求学 校园全面施打疫苗 希望为孩子充高保护力 回到校园才能安心学习 记者曾入成南投报道